來是臺北的高小姐扣引進來 高小姐請你講 我覺得剛剛連小姐講得很對 那個我的親情就是跟那個名模 那個名模那個王小姐一樣 我的先生就是因為外遇不斷 他的親友也來找他 然後他住的地方那邊也是一些那個 不管是有先生的或沒先生的 離婚的或是沒有離婚的 就是一直去找他 然後他的外遇對象就逼他逼殺我 後來我沒辦法住在那邊 我才逃離他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對方的女生一直在逼他一定要離婚 我沒辦法住 我只好就是外遇對象是不斷不斷的一直在逼殺我 我只好逃回來台北 就忍受著他這樣外遇不斷 而且還跟外遇對象跟孩子 我也為了他背在背了一堆 我自己也是孩子一堆 就是要靠自己的一個親川天那一堆 所以我能夠了解那個王明 王小姐王明 他為什麼不離婚 也是因為有原因的 我們也是這樣 我是幫先生背在孩子他的保證 我現在都沒辦法脫離這個 好高小姐 你要哭就哭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有適當的發現 但是你要加油 我都會支持你的 那我要幫你給年姐一個親親 我就說嗎 一定有苦衷的 是我們所不知道 一定有 他一定想離是他離不掉 關鍵不在他自己 而且有時候真的是小三 或者是外面的那個人 反過來 更強勢 擊殺原配 通常都是這樣 對啊 感情這件事情有的時候真的 誰主誰負 有的時候大家身陷其中就很難分清楚了 但是我想 大家還是要思考清楚 什麼樣的選擇對你來講最幸福 那個往往才是最正確的選擇 所以我們先進一個廣告 最後一段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這個新聞討論起來真的很沉重 但是我們還是聽一下 台北邱小姐的意見 邱小姐請講 邱小姐 邱小姐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請問有聽到嗎 聽到了 是 我個人是認為男人負債的話 本身如果有上不上進心 我覺得這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女人要有經濟獨立的能力 當女人有了經濟獨立的能力 男人負不負債真的不重要 不要把自己當成弱者 男女是平等的 邱小姐 我要給你一個親親 好 謝謝各位 你講得太好了 沒有 我覺得邱小姐 其實講得沒錯 就是 有的時候我們太過介意 她的配偶 到底有沒有負債 或是條件怎麼樣 但女性其實是獨立的個體 對不對 她們自己有沒有能力 或是她有沒有辦法 征服這個對象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剛剛在兜回 廣告前我們討論這件事情 王聖芬的這件事情 實在讓人家覺得 就是外人怎麼看也不能理解 黏姐也不知道 覺得這件事情 到底會怎麼樣收藏 因為真的 我們所有人都覺得 劉寶是個 這個傢伙實在是很糟糕 但是 你訪問王聖芬的時候 王聖芬還會跟你講 家庭文重沒有問題 我們大家就是要怎麼樣 聽起來 我外人真的不能理解 黏姐你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她就是撐 剛剛講到又是個面子的問題 而且又是在 像譬如現在是壓力排三道海而來 大家都希望她可以切斷 離開這段很爛的感情跟婚姻 是不是大家都這樣期待她 希望她可以恢復到 以前的漂亮 凝膜 黑珍珠 那個美麗的樣子 你看現在那麼憔悴 大家都希望她可以挑出來 可是她不願意 她不願意在此時此刻 在各界的壓力之下 有些人是這樣的個性 這麼叛逆 越要我這樣我越是不要 然後我想她有很多是 難言之意 比如說她跟她先生有很多的 可能有很多東西是交織在一起 一時你很難切割 切割可能要 要再花費她很大很大的力氣 她得癌症就是要動手術啊 不管怎麼樣 不動手術大家一起死 我們也希望她可以 真的自己去很認真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 可能Keyman不在她自己了 所以會這麼困難 是不是在男生身上 男生如果不放手呢 對 對不對 有時候男生不放手 她就是不簽字你也沒成功 是啊 所以就會傷害到她了 她傷害太多人了 而且各位要知道 這邊掛著你有打個差 就是有時候我們兩個夫妻要離婚 那我們兩個離婚的話 我們婚後之前所共同創造的財產 是要一人一半的 那如果我沒有錢了 我是個無賴痞子男 那你現在你要離婚可以我簽啊 你很長癒的財產我可以拿一半 對啊 所以它等於會變成什麼都沒有 搞不好還要陪上一大筆這樣子 但是說歸說 這離婚這件事情 到底是因為沒有感情 還是不想要繼續的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討論的事情 但是聽說上海好像有一個新的服務 叫做試離婚 這是怎麼一回事 試離婚是這樣 我們都知道有試婚嘛 前居就是一種試婚嘛 試離婚呢 這個時候最近在對岸 也是滿火的 試離婚不就是分居嗎 有點類似 連姐講的沒有說有點類似 那我就 這個台灣的也講一個 對岸也講一個 台灣有一個試離婚是這樣 就是說 剛剛那個 我們聽到很多電話講說 男孩子負債 他也是老公負債 他就喜歡玩股票 玩期貨 結果輸了不少錢 然後怎麼勸也卻不聽 後來他老婆就很生氣 就跟他講說 那我們就離婚好了 可是因為他們有兩個小孩 怎麼辦呢 就像李明依跟這個皮特 是一樣的道理 為了小孩 假裝好像還是在一起 好啦 結果他們就共住在 同一個屋簷下 然後呢 在兩個小孩面前 維持著好像沒離婚的樣子 然後他們兩個 各玩各的 而且他自己講 他說他們在 簽字離婚的那一天 就是 講錯了對不起 簽了要四次離婚的那一天 兩個人好像解放一樣 各式出去封喔 男的也出去封了兩天兩夜 女的也出去封兩天兩夜 可是呢 後來他們發現 他們投訴在一個屋簷下 還是很容易會互相吃醋 還是很容易會為了小孩的教育問題 認真地扮演起爸爸媽媽的角色 所以他們發現他們試離婚 是沒有辦法成的 成不了 最後兩個人呢 又還是在一起 而沒有真正的簽字離婚 那從這個故事 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他們當時真的簽字離婚了 結果反而會什麼 可能還會 真的還有點思念對方 思念總在分手後 小孩的教育問題 常常又得見面 就還好他們因為這樣試過 而沒有真的離婚 而且如果他們當下真的離婚了 反而小孩會受到一種傷害 對 他這個試離婚其實有一點點像婚姻之商 就是說在上海有這樣的服務 他給 就等於是想要離婚的夫妻一個緩衝期 讓你再想想看 是不是真的要離婚 其實他這個有點像 我們郵購商品的七天試用期 對不對 你試用一個七天 看看覺得怎麼樣 可以或是不可以 但我覺得這樣子真的有助於婚姻制度 我例如說試婚制度 已經被人家視作兒戲了 試離婚是不是更是兒戲 我們大家進個廣告之後 回來再討論一下 其實離婚這件事對很多女性 也是一個藉機宣洩的一個機會 志偉手上還有一張照片 真的讓大家出了一口氣 其實我們今天講這麼多 其實有些人他渴望離婚 因為他在那個婚姻裡面是太痛苦了 那當然原因有很多 那不外乎就是可能不愛對方了 或者是說對方牽一屁股在阿拉杯 就是不快樂啦 所以你看我手上這個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在上海流行 那個是離婚嗎 其實英國這一兩年 像結婚有喝喜酒對不對 他們現在主張離婚也要慶祝 所以我們常常看過一些 為什麼哥惟如他要跟朋友去吃麻辣鍋 我終於解脫這段婚 慶祝離婚 那你看他這個蛋糕下面呢 是一個新娘站在上面很高興 下面一個新郎倒在下面 然後還流了血 他這樣他不是只有這個蛋糕而已 他設計很多離婚的商品 包括說幫你辦離婚的Party 然後包括說幫你辦這個離婚的卡片 有些是兩個人離婚都很高興 就互相祝福對方 所以我